我林靜新完全没有办法来接受 这跟李德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想到隔天却戏剧性落泪 向吴志强道歉 我今天一定要能够恳求我们胡市长 给我这个机会跟他道歉 要不然的话我这一辈子我会活不下去 崔芬这个案子一共是12个一届的人士 出来开了记者会公布了胡志强的病例 那时候处分最重的就是林靜新了 他是停业一年 另外一个是高家军 处分停业是只有一个月的处分 另外十几个医生只是接受 医疗的这个什么 伦理教育过来就没事了 对就上上课 我觉得这个案子当初印象很深刻 可是当时目前的状况 一年已经是觉得是最重的处分 他们会觉得政府已经下铁腕了 事实上这个有铁腕吗 大家看什么简直是轻判 因为这些人 他们经过这样子换个人头 或是他们现在还是在政坛上 非常的活络 而且还力挺的某些某些人 然后各种的活动都还是照样出来 所以好像也没有特别给他做了 什么样的教训 大家也没有看到 然后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整个医界的管理 没有退场机制 以前就是只有用这样子 一年处分或是几个月的 所以真的不好 经营了不好的医院 他只要停一年或是停一个月 他之后可以照样在营业 医生做得不好也没关系 只要休息一段时间 他得让他在职进修 或是那个怎么去休息一下 转个样子然后又可以继续 所以这种没有退场机制的这种管理 是很有问题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在法令上 要建立一个退场机制 像这次的废除医师的证书 就是一个方式之一 所以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始 从昨天到现在 重罚 然后是不是该撤销就要撤销了 那我们从这个个案里面又看得出来 这些人不只后来大部分都没事 继续在职业 对啦 胡大哥 前天大部分的人 有些人还跳出来了 说他们还说什么 林佳龙选不上 他们继续支持 要选台中市长 我的祖父是老一辈的医师 外祖父 他退休的时候印象最深刻 他把所有的病例 送到焚化炉把它彻底烧掉 这就是医德 老一辈医师如此会让人家尊敬 2005年12月为了台中市长选举 的确有12位医师出来开记者会 讲的理由是当然是 我细沙 说什么政治人物要受健檢什么体检 但是把胡志强市长的病例公布 就不对 我说这叫做 向人类的文明法律秩序挑战 结果这里面医师还告我 残送5年 你还被告 不知道赵绍康 王世坚 苹果日报都被告 就他们怀咬一口 说他们名誉受损 我就不知道是谁名誉受损 这个整个价值观改变 我之前要准备好 他们如果又立挺谢长廷 搞不好又出来公布一次病例 那我希望 我希望如果谢长廷先生 你真的是后来被征召的话 不要再像几年前前台北市长 水电工 水电账单怎么样 炒一年了 这个不要再炒了 因为结果就是林家龙败选 败得很惨 差十几万票 这里面牵涉到医德 我记得当这事发生的时候 我公开喊话 我说有两位 一个是我非常尊敬的 黄达夫医师核心医院 还有黄坤年医师他写教养 后来我听到医师会的会长 台湾医师 吴树民跑到台中市 对这12个人当庭痛斥 吴树民医师做得很好 不会因为大家本土派 就有所区隔 吴树民医师做得对了 我知道他们关系本来 他们叱骂他们 我意思说 其实这个人不应该 跟选举扯在一起的 换句话说你医生 本来就不应该公布人家病例嘛 就像法官不能公开案情一样 道理一样嘛 这是每个行业都有他的专业伦理 我希望这个事到此为止 但是如果这些医师还这样做 在今年年底又把 胡志强事长病例公布出来 我只能说我们继续对他们挑战 后来我们看一下 那个更离谱的是什么 我们给他看一个新闻 这个那时候公布台中市长胡志强 病例里面有一个法医叫做高大臣 他前阵子常以这个什么 常务理事的身份 还之间去兼任什么 医师公会前联会的伦理 纪律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奇怪这是什么 最调皮的协生召集当风气股长吗 这个实在是对照起来 让人还觉得很突兀 就是说一个在做医生的纪律上面 有个不良纪律的人 跑去担任这个所谓纪律 倒过来管理医生的行为 这个当然是不妥啦 不过如果说如刚才大家讲的 高大臣先生是不是有 受什么几个小时的医学 轮理再教育 不过再教育又很成功 大家就觉得忘掉过去重新来 我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不过就是我要提醒我们的医生朋友们 医生的一辈子的目标是在救人 当然可以发表很多公共意见 不过除非像那个齐迈兄 作为投入政治 做全职的政治人物的话 还是不要在这种选举的时候 那么太过激进 跑到太前面来 我觉得总是不妥 因为其他国家很少看到医生 整团在玩政治这样 发表共同的意见比较少见 而且因为你不满另外一个候选人 就把你医生手上的病例拿出来公布 这个把自己的专业跟政治 两个脚在一起 所以你要谈政治 也可以说我们议事团体 我们主张政治应该怎么走 这都没有问题 我们都要尊重 而且要赞赏 因为他为了公共事务 可是你为了不喜欢胡志强 就把胡志强的病例拿着 囚一顿说他会中风 他会干嘛 就要选民不要投给他 我觉得这样助选是不是太超过了一点 所以这的确是违背了医生 你当时在宣誓的时候的伦理道德 这个是蛮离谱的事情 他当初这个案子他是要去接受 高大城是要去接受 医生的伦理的教育的 结果他现在反过头来是做什么 前联会的伦理纪律委员会的召集委员 那为什么没有 他们是什么一一相互吗 这事也没办法去处理吗 可见这个医学伦理教育是没有用的 因为医学伦理教育在你 你伦理高中生就知道了 就跟我们开车一样 开车闯红灯 难道你闯红 不知道闯红灯是违法的吗 那你闯了红灯以后 就是给你开罚 答应给你调照 那就对了 然后你叫他去上交通常识 每天告诉你说 不可以闯红灯 不可以闯红灯 他本来就知道不可以闯红灯啊 对 我觉得高大城这个事情 因为我跟他以前其实通过台 他其实是在法医界也算蛮有名的 因为有些事 人家别的法医不肯讲 他都很肯讲嘛 什么死刑犯怎么样啊 到时候被打的时候又是什么样子 他对这个 对这个隐私的保护 我觉得他的概念是不够的 那说不定他现在已经痛改前辉了 觉得说我以前讲的不对 那如果他确实痛改前辉 让他去告诉人家说 以我自己为例 我现身说法来教你们 不要布我的后尘 这个也未尝不可 哎 齐迈 伦理纪定文会赵纪定文 这应该是很大对不对 而且这很重要的嘛 高大城这么厉害 我想先从这个病例开始讲起啦 这个公布病例这个是不对的 我想这个没有任何理由 我也同意刚刚中信兄所提的 你把病例公布出来 第二个公开的情况讨论别人的病情 这个也不对 你不能说病例委员啦 你不知道啊 你在讨论别人的病情 你电视透过这种宣传 要达到一些政治上的这个目的 我个人也反对 所以坦白讲 这几位医师里面 有几个是相当后悔的 做了这件事情以后 他后来觉得说心里有点不安 那个时候呢 私立不足 或者是也搞不清楚状况 就开了那个记者会 所以这个对选举来讲 当然是对民进党 是一种负面的冲击 那民进党也得到教训 那我也希望说 以后不管是民进党 或者是他党人士 都不要犯这种错误 所有的医师都不应该去 公开讨论任何人的一个病情 除非说这个病患是被 允许你去做这件事情 第二点 高大臣医师在中部地区 是大家相当尊重 在病理学或者是法医界 大家都很敬重的一位学者啦 但是他的个性是比较豪爽 比较出之大业 他也得到教训 坦白讲我也觉得说 他去做这件事情 去公布病理 这个是有所不妥的这个地方 那这种的适合当 伦理纪律委员或者赵纪委员 我想他应该从这件事情 他已经学到一些教训了 所以这个在医界 也不应该抹杀 他在医界里面的过去的 或者是在现在 他在学术上的一些成就 垂坟现在严重的 不是只有刚刚讲的 胡志强这个个案的问题 你像邱小妹当初这个人球案 引起鲜然大波对不对 除分到底多重 看一下 你看了搞不好会吐血 那时候的最主要这个主角 林志然医生 因为每天替邱小妹看诊 就坚持要转验 事后还说谎 还擅设去修改病例 违反了医师法 他多重 他处分只有这样子 停业六个月 还去补修了 医学伦理20小时 只有这样子而已 另外刘齐华去包庇 他修改病例 违反了监督的职责 多少 停止三个月处分 进修一样20小时 都是高高齐齐 轻轻就放下了 对 真的是太轻判了 而且我觉得医界就是因为 他们会觉得说 每个医生都要栽培他们不容易 尤其他们是神经外科医生 你知道吗 要培养一个神经外科医生 他是各科里面更难的 因为他要经过外科的训练 还有神经科一层一层 大概要比其他的医生 多好几年的培训时间 所以他们会觉得说 哎呀这样好不容易 才培训了几个外科医师 所以医界会特别呵护他们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判的刑其实很轻 因为他们会觉得说 哎你培养一路过程来 这些天之骄子 你不可以轻轻的就把他这样子废掉啊 应该让他有一些服务人群的机会 可是我觉得重点是 你让他服务人群的机会 也未免太轻了吧 像之前我觉得说像聆听信还有邱仑人 他们一整的时间10天 你会不会觉得是不是太 10天 这样子是不是太短了吧 然后像那个我觉得说 如果你真的要达到罚的作用 你应该让他有更长的时间 比如说三到六个月的一诊 或是你完全是 你无偿的来看诊啊 然后我觉得也透过这样的机会 才能知道说 他怎么征行一个病人的生命 不然这些人不把人的性命当性命吗